由华通国际教育总冠名 北京新宝家传媒文化公司 独家主办的 2023中国好声音全美海外健面会 从12月份以来 在短短近三个月的时间 洛杉矶站海选 已经有将近200多位学员参赛 总共举办了8场海选 有117位学员 顺利进入到复赛阶段 3月25日 2023中国好声音 洛杉矶站赴赛在工业室四季广场 成功举行 这一路走来 我们看到了很多学员 大家很努力 很辛苦 希望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有所发挥 其实参加这个比赛 不是说在不在于得名 我觉得说 只要你在今天这个舞台上 让自己发光 你就成功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 一定要弃而不舍 在这些赛力 好声音欢迎你 我在这儿就是非常的感恩 我们所有的媒体 还有各界的对我们的支持 一路走来 所以在这儿 我希望今天的复赛 会让我们又是一个音乐的盛宴 祝他们成功 我们这些晋级的选手 我希望他们在自己这个专业领域里头 发展得很好 再者就是要注重和提高 就是自己的形体形象 然后表演舞台上会让他们 更光彩亮丽 2023中国好声音 洛杉矶站副赛 由重量级评委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丁平 著名舞蹈艺术家李天祥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范继红出任 2023中国好声音 全美执行主席 全美主办方 北京新宝家文化传媒 CEO Tiffany Zhang 担任整场副赛总指挥 洛杉矶站联合主办方 N3JMK模特传媒学院 CEO沈平 院长李敏 副院长孙雨婷 担任副赛学员总协调 海外的华人的音乐爱好者 和热爱歌唱的朋友们 提供了一个很有规格的一个平台 希望他们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 让大家更多的能够参与 那么大家在前边的出赛 紧张的一个过程中脱颖而出 我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复赛 能够看到他们再接再厉 能够赛出更好的水平 这里首先恭喜所有晋级成功的选手 大家可以能感受到 我们这次比赛竞争还是蛮激烈的 所以希望接下来 所有的选手在比赛当中 能够唱出好的状态 比出好的成绩 比赛是一个挺残酷的事 开心之余会有很多的紧张 但是要把好声音传出去的话 我们的媒体朋友 做了很大很大的工作 我们共同努力把这个比赛 搞得更让大家都满意 2023中国好声音海外界面会洛杉矶站赴赛 除了现场评委举牌评选之外 同时开放现场观众投票通道 由观众投票选出喜爱的学员 每场总预计选出三分之二的学员 进入半决赛 洛杉矶站4月16日将举行半决赛 并定于5月6日为洛杉矶站最终决赛 每个区域的N强选手将参加 美国站全美总决赛 决出的怪鸦季军将获得前往国内 参加导演见面示意会的机会 全美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